一片片铁网悬挂在大楼外墙 上头出了垃圾 一块块全是瓷砖 让人胆战心惊 就怕那天网子断了 瓷砖雨从天而降 但就因为瓷砖每天掉 公管这栋老大楼 才不得不挂起铁网 就连楼梯间也张贴公告 要出入住户小心被砸到 今天台湾的建筑物 不仅是年纪大 台湾的建筑物得了皮肤病 我们的城市得了皮肤矮 其实在双北市 像这样的瓷砖剥落严重 铁窗外推 悬挂室外机的危险老房 必必皆是 根据双北市府资料统计 2019年到2023年 外墙瓷砖掉落通报 北市约有2000件 新北1000件 但双北有超过150万栋房子是老屋 就怕冷气瓷砖杂商人事件 持续发生 明代呼吁要针对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进行修法 修正第十条第三项 把公共危险防范 建筑物外墙检查修缮 纳入地方政府的补助范围 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 如果为旅行防范围持 维护检查及修缮 制法定责任 主管机关得待未进行 必要措施与事后求查 明代说修法不能再等 因为尽管在2019年 北市祭出修缮补助后 让通报量从最初的881件 减少到200件水平 但今年光是403大历震后 当天的通报量就有262件 截至4月底累计共2017件 光是一个月就超越了5年累计数据 专家呼吁房屋所有权人 积极爱惜修缮房屋才是根本 但必要时 仍需要政府强制力介入 阻止空中血滴子 再上级无辜 三连新闻章有权力加线 台北报道